令委9A补助最近引发了民怨 绿营说砍不到2A 蓝营说愿意砍砍不到2A 绿营只愿意砍个每个月1万多块钱 现在是什么社会气氛 绿委拿军公教退休人员年终出来砍的时候 那就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标准啊 什么口气啊 现在被讨论自肥了又是什么样的标准呢 说要全盘检讨 这话不是废话吗 砍不砍9A大家都在看哦 绿委9A补贴引发争议 国民党开党团大会要讨论怎么删 只是会议都要开始了 60席国民党接立委到场人数不到一半 我来立马恩之后都住会馆 我们也没有在领房屋津贴的 那住会馆报纸写说什么 六星级的这个超豪华 你去看看那个已经省议会的时代台北会 你看每年172万的福利就要缩水 由立委满腹委屈 但民怒外界频频声浪 国民党团却只确定将10万研究补助费 和21万6的住宿补助费 定调可以删除 9A删了2A 工厂只省了31万6 出国的旅费的补助 那么删除多少呢 开始我们今天下午 要用表格去问所有立委的意见 发委员每一届可以报一部 2万块钱的手机的费用 我们认为这也不公平 也没有必要 172万小侃31万 被外界批评不痛不痒 国民党对其他项目还会再讨论 但在一档除了台联支持全数删除 民进党和亲民党却只表示 哪些可以删哪些要护住 还得等党团大会决议 以赴老神在在 办公的事务当然要有文具 要有笔 要有各种交通 这个通信等等 这个都是办公所需要的 编类这个项目跟它的额度 合不合理 这是值得检讨 利润坎部会预算不手软 但攸关自身权力却超紧慎 很特别准 难怪IP差很大 终于希望你世界后 新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来年黄石 马桥 神